果然 德国开始醒悟 抱怨美国不地道了 谁是俄乌冲突最大的冤大头 德国敢说第二 估计没有一个国家敢说世界第一 很简单 因为俄乌冲突 德国只能追随美国进行各种制裁 俄罗斯的市场没有了 俄罗斯人的友谊也没有了 最头疼的是连俄罗斯的天然气也没有了 德国人在挨动 德国企业在关门 稍微援助乌克兰慢了一点 德国还遭到乌克兰和美英的各种奚落 德国有没有反思 我想也是有的 只是考虑到同气连支 考虑到政治争取 尤其考虑到美国是老大 德国人心中更多的气 要么撒向俄罗斯 要么打落门牙和杜吞 但10月5日 德国人终于看不下去了 德国副总理哈贝克公开抱怨 以美国为首的友好国家 趁着德国急需天然气的当口 将受得的天然气价抬成了天价 当天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 同时兼任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的哈贝克 是这样说的 一些国家 甚至是友好国家 有时也会开出天价 这很成问题 请注意 一些国家 但究竟是哪些国家呢 毫无疑问 首屈一指的就是美国 很简单 以前德国55%的进口天然气来自东方的俄罗斯 俄乌冲突后 德国和俄罗斯交恶 俄罗斯的天然气中断 美国趁机填补了市场空缺 按理说 德国应该感谢美国呀 但德国人心头却是五味杂陈 因为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虽然好 但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贵 贵的让德国人都心惊肉跳 看到德国人就抱怨 美国卖给德国液化天然气价格 是俄罗斯管道天然气价格的三倍 更是美国国内气价的七倍 地主家也没有多少余量 在财大气粗的德国人也快买不起了 所以 哈贝克也说 在石油价格暴涨之时 美国转向了我们 动用了战略石油储备 我认为这样的团结 有利于一致天然气价格 换句话说 美国 逆钱表现还行 但在天然气上面 真不够团结 而且还给我们背后一刀 怎么办 哈贝克的建议 欧盟团购 即欧盟应该统一利用市场能力 组织协调同步 明智地购买 避免欧盟成员国互相竞价 与天然气供应大户 谈出一个好价格 也就是说 欧盟应该一致行动 好好与美国谈谈 你可以雪中送炭 但不能趁火打劫 如果没弄错的话 这是德国高层第一次公开抱怨美国的天价天然气 德国人实在按捺不住了 当然 原因可能有两个 第一个 前面说了 美国的气价就是贵 但在德国人看来 我们与俄罗斯交恶 完全是为了西方整体利益 美国你作为老大哥 应该体谅 更应该有所表示 而不是趁机抬高气价 狠载德国人一刀 德国人心里实在是趋啊 第二个 北西管道被炸 提高了德国人警惕 管道谁炸的 目前是罗生门 美国指责俄罗斯贼喊捉贼 试图继续勒索欧洲 俄罗斯指责美国是背后黑手 因为美国才是最大受益者 但有两点是肯定的 第一 这种深海破坏 一般恐怖组织没能力 基本可确定是国家军队行为 第二 德国是最大受害者 北西-1和北西-2都被破坏了 连个念想都没有了 就在这敏感时刻 美国却公开幸灾乐祸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最近有段话说的很直白 北西天然气管道被破坏 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可以让欧盟国家一劳永逸消除 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从而挫败普京将能源武器化的手段 不得不说 布林肯的外交艺术 就是很简单粗绑 或许他实在按捺不住 就是想说点真话 当然 布林肯可没承认 北西管道就是美国人干的 但德国人不得不警惕 美国你什么意思 卖了这么多天价天然气还不够 还想一直这么卖下去 德国人有所醒悟 俄罗斯也看在眼里 自然也有新动作 按照俄罗斯最新的说法 北西-1和北西-2主管道都被破坏了 短期内恢复是不可能的 但北西-2有备用管道 还是安全的 如果德国你们愿意 马上可以恢复通缉 这给德国出了一个难题 别忘了 德国对俄罗斯最严厉的制裁 就是拒绝启用北西-2管道 以至于这条管道建成后 就一直在废弃中 如果德国现在同意启用备用管 那最严厉的制裁 岂不是就此破功了 德国人自己打自己脸 这还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个方面 美国人能答应吗 别忘了 北西管道被炸后 西方传的最广的一则短视频 就是拜登与记者就北西管道的对话 拜登如果俄罗斯发动入侵 那就不会有北西服案 我们将终止它 记者 但是这个项目在德国控制之下 你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拜登沉思了一下 我向你保证 我们将能够做到这一点 我查了一下 这段视频是今年2月 在俄乌冲突前几天 为什么会突然刷屏 原因 你懂的 哦 当时刷屏的 还有波兰前外交部长 希克尔斯基的一则推特 上面就一句话 谢谢你 美国Thank you USA 德国人同意北西富尔管道 那美国肯定会暴跳如雷 不排除海底发生新的重大新闻 但不同意 德国人真缺气啊 美国你的液化天然气 能不能便宜一点 最后 怎么看 第一 德国人终于按捺不住了 全世界都看在眼里的事情 德国最高层却忍到现在才开始吐槽 不得不佩服德国政治家的人工 德国人确实委屈 我们在为乌克兰做贡献 大哥却在薅我们的羊毛 一忍再忍 到最后忍无可忍 毕竟 对于天价天然气 德国人也强烈不满开始抗议 遇党出身的哈贝克更被骂得狗血喷头 在国内被德国人骂 哈贝克也不得不雄起一把 对美国人开始抱怨 美国 你真别欺人太甚了 第二 西方不再是一团和气 本来同气廉支 但因为高价天然气 西方也不再是一团和气 德国毕竟是欧洲第一经济大国 家里底子后 为应对能源通胀危机 计划拿出2000亿欧元来缓解民生 但其他国家大惊 德国你是有钱 但你缓解了 我们不是更糟糕了吗 德国还是被骂 至于欧洲拟益的对进口天然气限价 挪威已强烈反对 很简单 这损害了挪威天然气出口的利益 美国更会强烈不满 你们居然不让我好羊毛 你看吧 一场激烈的争斗正在开始 第三 俄罗斯更不会善罢甘休 最新的消息 俄罗斯又通过奥地利的管道 向意大利恢复供气了 意大利选出了新政府 这应该也是普京对意大利释放的新信号 北溪管道被炸 美国人看到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俄罗斯也在不断出其招 还放出北溪富二备用管可供气的风声 寒冷的冬天即将到来了 我总觉得天然气问题 是德国和欧洲最大的软肋 而民生又是最大的政治 普京也看在眼里 不排除俄罗斯和德国 突然又对上了眼 在天然气问题上取得突破 那将彻底改写当下的地缘政治格局 天然气是俄罗斯的牌 也是美国的牌 但换一个角度看 何尝不是德国的牌 打得不好 那自然就是冤大头 但就怕德国打得太好 美国人也发急 德国真反了你 小心我把北溪备用管道也炸了 内忧外患 赫尔松再被攻破 普京彻底危险了 乌克兰战局这几天的发展 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原来被俄罗斯压着打的乌克兰军队 如有神助 发起了一个又一个的反击行动 乌克兰局势对俄罗斯总统普京 越来越不利了 近日俄罗斯的主流媒体真理报在头版大蝙蝠 刊登关于红利曼兵败事件 直接将此事称之为政治事件 这极为罕见 而更有些俄罗斯媒体竟公开嘲笑 普京这次战争动员不得民心 反被敌人羞辱 更加糟糕的是 借助红利曼的失利 乌克兰军队的士气再次被提振了起来 如打的鸡血一般不但在顿涅斯克继续多地猛攻 与此同时更是在南部赫尔松展开了灵力攻势 并且长驱直路往前推进30公里 占领了赫尔松的两处村镇 可能也有老铁说 乌克兰这战法只能是送人头啊 的确 他们就是送人头 冒着俄罗斯猛烈的炮火 他们就一波接一波地往上冲 损失比俄罗斯还要惨重 但是不要忘了在战场上有时候 最重要的就是气势 更是场外无形博弈的筹码 如果乌克兰再拿下赫尔松 那么对乌克兰士气的鼓舞可想而知 而西方国家看又如同嗜血的鲨鱼 看到猎物一样 也会拼命不计代价地为乌克兰援助武器弹药 就在今天 俄罗斯国防部不得不承认 乌军凭借坦克的优势 在赫尔族持续推进占领了两处村庄 不要忘了 俄罗斯曾经直接放言 凡是对乌东四周的攻击 都将会被视作对俄罗斯的侵略 如今乌克兰根本不把俄罗斯的声明放在眼里 而是展开了一波又一波更加凌厉的攻势 西方国家看到乌克兰如今有了获胜的机会 就纷纷再次加大了对乌克兰的支援力度 与此同时也在战场上加大了对俄罗斯的信息战争的干扰力度 据这次从弘利曼退下来的俄罗斯士兵讲 面对敌人猛烈的攻势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呼叫增兵 呼叫炮火支援 但是都没有得到来自俄罗斯军队的反应 而后方的将领也说没有收到最前线的炮火支援的请求 看出来什么了没有 如今在乌克兰战场上 西方国家已经实施了强大的电子干扰战 俄罗斯在信息战 情报战方面已经完全处于下风了 正是因为信息的不通畅 才使得俄罗斯在大好局势之下 竟然又丢了弘利曼 除了信息站落于下风是这次失败的原因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俄罗斯军方的内部矛盾也公开化 当前活跃的顿巴斯前线的 除了俄罗斯的禁卫军以及主力部队之外 还有卢干斯克武装 顿涅茨克武装 瓦格纳雇佣兵武装 以及卡德罗夫的车臣武装等等 这些武装各有各的小算盘和打法 甚至各自为战 也使得作战效率大打折扣 比如这一次在弘利曼之时 就在附近的俄罗斯雇佣军组织瓦格纳的军队 却视而不见 没有火线支援 而车臣武装 以及顿涅茨克民兵组织等等 更是多次批评俄罗斯军队 将矛盾彻底公开化 也使得俄罗斯军队士气低落 而俄罗斯正规军 也对车臣武装反唇相击 称他们就是前来打卡旅游刷存在感 可以说是矛盾重重 有句话叫做人心骑泰山仪 而像这样互相猜测 互相指责 怎么能打好这场关键之战呢 我们昨天的文章当中也给大家说了 如今的俄罗斯是在和整个北约在战斗 美国正在一步步故意把俄罗斯逼向使用核武的墙角 如果俄罗斯一旦使用核武 可能就不仅仅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更是把俄罗斯陷入到重盘亲离的地步 要知道 核武器主要是起到威慑作用的 一旦使用 也就彻底没有底牌了 所以即便是乌克兰战场如今已经处于不利位置 普京也不敢轻言使用核武器 仗到这个程度 俄罗斯总统普京应该彻底抛弃幻想了 利用核武器护体逼迫西方国家不敢直接参战 同时率领俄罗斯在乌克兰正式宣战拼死一搏 大战之前先除内奸 长期以来 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渗透的俄罗斯内奸应该也不在少数 这一次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布动员令之后 一些俄罗斯青年文风外逃躲避动员就能看出一般 有句话叫做堡垒都是从内部攻破的 俄罗斯在加大乌克兰攻势的同时 一定要谨防那些军队内部的西方卧底 与此同时 大力铲除俄罗斯国内的带路党 今天我们看到一个消息 车臣总统卡特罗夫要将三个14到16岁的儿子送往车臣 送往乌克兰战场参战 并且送往最危险的交火前线的消息 而9月30号卡特罗夫在听普京演讲时动情落泪的一幕 也让许多人为之感动 我们再联想到 他此前一天痛批俄罗斯西部集团军总指挥拉平 上将坐镇150公里以外远离战场指挥的怯落行为 由此可见 卡特罗夫还是个真性情 而纵观这场乌克兰战争 不得不说 俄罗斯军队如今战斗民族的本性正在褪色 而这场战争被俄罗斯压着打了七个多月的乌克兰军人 还能组织起这样一波又一波的冒死进攻 无论胜负 仅从这一点上说 所以通过这场乌克兰战争足以让俄罗斯总统普京警醒 当前俄罗斯军队内部存在的问题太多了 在这场事关俄罗斯国家存亡的时刻 只有更多的俄罗斯人站出来保家卫国 才能彻底打赢这场事关俄罗斯国家未来的命运之战 俄罗斯北溪能源管道被炸之后 罗威海底电缆突然断裂 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2022年这个多事之秋是越来越动荡了 今天突然另一条爆炸性消息从欧洲传来 罗威的海底电缆突然发生断裂 由于这是发生在俄罗斯北溪海底能源管道被炸之后不久 并且是波兰刚刚将挪威的海底能源管道连接起来 罗威海底电缆就突然断裂 引发世界的关注 很多网友第一时间追问 究竟是谁干的 由于挪威官方没有最新披露 目前尚不清楚这次断裂是一次意外事故 还是一次人为的破坏事故 但是整个欧洲都草木皆兵 如临大敌 欧洲等西方国家第一时间把怀疑对象瞄准了俄罗斯 怀疑是俄罗斯对欧洲海底电缆发起的破坏行动 这是在报复北溪能源管道的被炸 同时给美国和北约敲响警钟 不要忘了俄罗斯北溪海底能源管道遭受破坏之时 美国也是紧咬牙关死不承认 还倒打一耙称俄罗斯这是在栽赃陷害 而如今 挪威的海底电缆突然断裂 俄罗斯肯定也不会背这个黑锅 不承认这是俄罗斯干的 和俄罗斯能源管道被炸一样 有可能挪威这次海底电缆断裂又会成为一次无头公案 但是却给美国和北约敲响了警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对俄罗斯北溪能源管道暗下黑手的幕后始作俑者 恐怕此时此刻都在暗自心惊了 有句话叫做鸣枪一朵 暗箭南防 因为在大洋深处可不仅仅有俄罗斯的能源管道 美国 欧洲海底电缆更是交错纵横 其中尤其以美国最多 而这个先例一旦被破坏 源源相报下去 这个世界将无宁日 再加上我们看到乌克兰战争局势急转 由于乌克兰拿下了红利曼 同时向乌克兰东部地区发起进攻 泽连斯基放言拒绝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 俄罗斯在遭受失败之后 普京也遭受巨大压力 在乌克兰的上空也笼罩着核战阴云 英国更是散布俄罗斯 已经将核战车开往前线 加上美国已经放出狠话称 如果俄罗斯一旦在乌克兰使用核武 将会对俄罗斯总统普京定点清除斩首行动 与此同时 将会联合北约军队将在乌克兰的军队全部吃掉消灭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已经越来越浓了 乌克兰战争就够闹心的了 如果再看不见的大洋海底 这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继续扩散下去 将会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动荡